教宗方世各的座家经过6万5千人 沿途一片欢呼声和鼓声 其后教宗在外民顿 主持他在加拿大的首台尼撒 虽然教宗在星期日抵达加拿大 但他选择和原住民见面之后 才举行公开尼撒 说明教会对支援寄宿学校系统的角色 教宗村上有当地特色的礼仪服饰主持尼撒 庆祝耶稣的外祖父母圣约阿经和圣阿纳的纪念日 原住民基督徒非常重视这一天 因为他们尊敬每个团体的长辈 在讲道中 教宗提及不同背景的人都要记得自己的根 从而认识自己的身份 这一段时间や设计往古力的岳 百分别毅并发 教宗又叫年輕人為更好的未來 和下一代努力 都要思考他們想怎樣被人記得 在歷史上有新的愛和新的愛 來之後 埃文頓總主教感謝教宗到訪 重新加拿大的主教 一定會與原住民團體同行走向和解 教宗將聖著送給總主教 他是教宗訪問活動的統籌 這次訪問只是用了四個月時間準備 是其中一個安排得最快的教宗訪問 教宗最後以英文降福在場的人 教宗